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汪小飞说要收手那个时候 是所有的事情都解决了吗 还是未来不过就是连续剧再演一次呢 这整件事情背后原因到底是什么呢 今天节目现场为你邀请到一些特别来宾 大家一起来看看到底这个连续剧要演到什么时候 来一开始为你介绍今天邀请到的特别来宾 周旬边第一位良性专家古林哥 大家好 资深美女的李文婉 大家好 右旬边为你邀请到这次被张兰点名的资深美女的 那葛思琪 大家好 律师蔡真峰 大家好 好 小葛 是 那你在这里面应该算是最了解张兰跟汪小飞的吧 不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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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因为你看他们对手最多次 不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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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样讲 我很害怕 大家都说我到时候跟他又有关系 是当事人耶 对啊 你已经算是半个当事人的事情 你有个角色耶 不不不不 库林哥上一次在这边录影啊 他讲了说 我透过国安局调查的通联的记录 没有 国安单位的朋友 国安单位 对对 他说国安单位调查的记录说 聚敬业跟大S的联络 并不是在离婚后 是在离婚前 今天早上整个热搜第一在那个地方 下不来 我吓死了 对啊 为什么 没有 为什么啊 就是 就听说啊 真的啊 就是听说的 怎么能听说的啊 你在法庭上是不能作为证据的 你就跟那个周星驰的电子这样 公堂之上 推论一下 佑合报 但是大伙他们全都相信了这件事情 是吗 全部都相信这件事情 因为他们想要站在张兰这一边 当然 但是因为你讲这个 跟张兰讲的 他讲的那一段 就讲说他们早就有联络 所以孔先生你要跟大家讲啊 这是不谋而合啊 为什么 什么不谋而合 也许是张兰那一国的耶 不是不是 搞得好像抗中不好台式 没那么严重 但是这是合理怀疑嘛 大家一定难免会这样想 对不对 好 那为什么刚才一开始就讲说 跟那个小葛讲说 那这个过程 那算不算 因为他在这里头 确实 因为你跟汪小菲交叉很多次 张兰每一次点名说要告的时候 也都会讲到小葛 而且这次 没有说要对小葛什么 但是他提出了说 他要带着高尔夫球杆的七号帖 来对付记者还是什么 对不对 各位 这就是江湖上兵器排行榜 仅次于折凳之后的高尔夫球七号帖 全长两尺九乘多 重量不及半斤 但是你看他的角度 这可以说是杀人无数 那不知道这算不算 撬江南张家的正在是不好 我不知道 因为张兰假说要带这玩意儿 小葛你听到这个 你会觉得 为什么要带这个来对记者 或是怎么样 就是请记者叫他打球 他最近也讲说他要开飞机 对啊 他这次不是说要杀爱台湾吗 然后我明天就去搞那个机器 飞机架照 就要飞过来台湾了 对啊 他抓他冲第一 但是有一点 你说这检验性过程 那时候不是闹着费身伤 前几天 就是那个汪小菲也不忍说 我明天就来台湾 对 然后大家就全部都来台湾 然后那个狗仔从北京堵 台湾等 所有人都在等他 但我有看所有那些报道 只有小葛说 你觉得他不会来 结果他真的没有来 他真的不会来 为什么 因为我这样讲 他过去其实已经放养过了 两回了 这次是第三次了 所以我真的我也怕了 我也心凉了 我等不到他要来那就算了 其实他来的目的 看小孩我觉得那是歧视 因为他每次都会跟我讲说 我过两天就到台湾去找你 给你吃个饭 后面他都说 顺便可以看看小孩 他就这样讲 我说好啊 第一次什么时候 八月二号 八月二号 那你机票进了吗 还没呢 最近忙了 签证还没办 那时候我就已经知道 签证没办了 所以你去想一个道理 小五哥 在八月的时候 签证就没办了 你从离婚的去年的十一月 到现在的签证都没办 你都想小孩 到底是真的假的 你想小孩 你没有签证怎么来啊 对啊 这是一个道理啊 所以没有 结果八月的时候 发生什么事情 他来了以后 他没有来啊 重点他跟我说他要忙工作 结果被拍到去哪里 去食餐 跟谁 跟张晏约会 这是想小孩吗 我觉得不太可能 所以他已经有两次 一次八月 一次九月 那讲完之后呢 说要来 我发现没有来 但我跟媒体讲说 大家不用那么辛苦 那这次站出来是为什么 建议会爸妈说 我拿了大S的钱 爆他料啊 这种真的是摘账 真的是 你要不要发誓 快点 对着镜头 我女朋友跟我讲说 发誓是很优势的事情 真的吗 所以我们就不再发誓 这有什么样的发誓 表现就是没有这回事 你要怎么来台湾 我就告你 OK 这够 这样可以对不对 对 要不然我们要负担诬告的罪责 对啊 如果没有我们要负担诬告的罪责 OK 你只要提出任何证据说 我有收到大S的钱 不管是汇款收现金支票 任何对话 你有 我就认 你拿出来我就认 不可能有这样的东西 OK 这个截图是 这是我跟大家对话 其实我们最后对话 是停留在八月 他当时啊 就是 讲了这种东西说 你妈 我就跟他说你妈 我有空格啦 你妈公开说大S 给我编故事 给我钱编故事 我觉得这真的 太夸张的指证了 过去的录音档 你已经汪小费都讲了 大S不可能 我所知道的 大S他不可能会这么做 那你妈却跟你没有对好 你在唱独角戏 他妈竟然讲这样的话 我都po了这个视频 没有回应 到了隔天 1点多的飞机 正常12点就要check in 对不对 11点多 传讯息来了 过了大概20小时 才传讯息传了什么 你签证 那先消消气 我办了签证和你说 这到底什么意思 这到底什么意思 你买吗 你不知道来台湾要签证 那你在耍大家 还是你又喝酒了 发了那些文章 大家都不知道 你每一次都是大街骂人 想想道歉 你说这整件事情 包括你说 跟大S这一次 因为三想飞的事情 就在几天前 然后整个闹到全中话 我就讲说 大家都已经忘了要选举了 礼拜六要投票 现在最热门的新闻 是这一件新闻 OK 结果后来搞到昨天 突然之间 他要收手就收手 就跟你讲说 对 讲了一堆好话 小五哥 你可能不知道 从以前到现在 街机啊 破流量热搜第一的 除了裴洛西上次 要来台湾以外 第二次就谁了 就王晓菲了 他们等级是一样的 你知道吗 那个关注度超级高 在狗仔纷纷 北京的狗仔 全部都放下相机 全部拿起手机 都不躲了 都在经常堵他 OK 可是刚才讲到的时候 这一段的 刚才尤其小葛讲到的这些 对吗 那基本上 如果小葛就要讲 你来 我就告你 以至亲嘛 是这样吗 因为其实他们这样 公开的言论已经造成 小葛他的记者形象受损 那人格一定会受到别人的损 因为就变成 你其实不要讲案子 因为你已经特定说 你前面讲的对象 就是过去小葛做的事情 所以大家都知道 你没有指名道姓 可是你也在讲他 那你就讲说 他这样收钱 发新闻稿 那一定会造成 他记者形象不公正嘛 那这一定是有诽谤的问题 你一定要拿出证据来 你公开这样散布 全球都看得到 这怎么可能没有诽谤 一定有 而且现在小葛多虎 你这样讲 真的 其实我在想 刚才北京记者是在等他 不是等王小菲 可是你看这整件事情 从前几天 然后一直到了昨天 好 文安 第一个 这整件事情叫床电战争 就是为了床电 为了电量 为了电费 对 然后掀起这么多 然后汪小菲不惜 等于于死网破吧 包括那个所有的费用 一年四千多万 然后全部都把它弄出来 然后地图泡 开了这么多人 然后就算他的戈籃子 然后但是张兰看起来 并没有 是要收手吗 可是大太子 因为被直接被张兰讲说 有没有到吸毒的这些问题 所以他也受不了 大太子昨天就直接 声明再直接回 这件事情 没完没了现在 其实我觉得 其实我们真的比 follow偶像剧的那个更新 还要积极 我跟你講小五哥 其实不只是你刚刚讲的 在昨天 针对这个大S的声明 张兰做了反驳 立刻反驳之外 其实有最新的进展 你刚刚有提到 这个汪小菲是不是 就是马上发声明说 我指战了 我再什么话都不说了 但是这个文秒三 几乎出来之后 突然间又不见了 然后呢 接下来呢 是张兰又出来了 他指控什么 大小S 这一对姐妹呢 吸毒吸不停 他们不断的吸毒 然后呢 我告诉你现在呢 就叫人把他拉去 拉去 拉去厌学 然后呢 从在哪里买药 到什么哪边来源 一直到如何如何 我都一清二楚 人是谁我都知道 然后说的真的活灵活现的 然后这些零零种种 你觉得想休战吗 你看就是两个喇叭 你知道吗 没完没了 好了 我们昨天看到的十点 就是大S发出的声明 是透过律师 我们待会再来谈 但是大S她亲自 在IG上终于讲话了 针对吸毒的问题 她说我跟我妹妹 就是我们两姐妹呢 心脏不好 所以呢 没有办法吸毒 再来呢 因为我妹妹 她一个礼拜呢 大概有四天不等的录影 然后我们又跟父母住一起 她跟父母住一起 跟小孩 所以没有吸毒的条件 重点是台湾 没有开放任何的毒品 所以我们都非常非常的守法 这是她声明的第一点 第二点最近其实这两天 最常讨论到就是四千多万 对 就说你问到四千多万 不好意思 大意思说没有这件事情 我们看到的所有明细 也不是她写的 跟她没有关系 重点是她确实在这个过程当中 协议里面 其实呢有所谓的一个月 因为她身心补偿的部分 那身心补偿 那听起来应该是 一百万是身心补偿 对 身心补偿 就是可能她你知道吧 婚内可能 汪小飞干了这些什么事情 那她身心受创 所以她有的身心补偿 是一百万 而且她们最近达成一个协议 就是有二十万的 这个家庭的那个 就是费用 就是生活费 是二十万 所以加起来是一百二十万 所以各位 没有四千多万这件事情 再来这个五百万她强调 因为最近呢 其实哪一个引战就是 她没有付五百万嘛 然后被假扣押 那这五百万的明目 到底是什么 后来大医生说 其实这个五百万 是要存给小孩子的存款 那因为她被拉黑了 所以她没有办法 第一时间跟汪小飞说 你呢 如果你如何 你可能会触罚 所以导致她才触罚 她的意思是说 不是她主动想告 是因为她被拉黑 她没办法连网 她是这个意思 OK 然后呢 这个就是这个钱的部分 然后再来她觉得呢 婚姻已经让她觉得 要付出很大的心力了 她没有婚内出轨 她也没有那个心力 所以呢这个也是回应呢 张燃讲说 你是不是很早 你就是要去跟那个 那个光头结婚啦 你早就婚内怎么样 如何如何的这些 莫名的指控 我觉得这零零种种 都是一个很直接的回应 最后 其实大医生有一个 很可爱的地方 她呢 永远所有的声明 你都不忘强调一点 祝福你的麻六季 生意兴隆 对 王小菲的点 OK 这个是她现在 她每一次 每一天后面 都会出现这一段 都会出现 对 因为她生意兴隆 孩子的钱才会 你知道吗 也很直接嘛 OK 但是我也会 孤雷哥 这里面 包括张燃前面 你看大害子 他回应 我们把他讲几个 第一个 最新回应 一个 你知道对大害子 形象上来讲的话 当然非常重要 第一个 他告诉你 他们有吸毒的问题 第二个 因为张燃就直接说 好啊 那时候还记得吗 那个离婚协议书 大家讲说 汪小菲 你就签了 就认了嘛 爷们儿就是这个样 誰叫你當初不擺一個 就是如果你再婚 然後你就不可以什麼什麼 再拿散行費這些 好 你就認了 然後張蘭就跳出來說 他只是傻啊 他不是犯法啊 是因為大S一直說他不會結婚或什麼 可是你剛剛講的那段 跟張蘭講 張蘭不是一直不斷在直播講說 好啊 是不是你們早就有聯絡 所以你那個國安單位那個 你知道這個 這個為什麼小狗會講說是變熱搜 這就要講清楚了 可是大陸那個嚇到了 不曉得台灣國安單位這麼強 其實這個你剛剛講 幫我小飛爺門 他就不是個爺門 如果台灣叫他鬧 大陸叫他慫 他根本沒有要回來啊 大陸人民台灣往來通行證 可以辦一次的15塊 辦多次的80塊 你也都不辦 而且是全國通辦 你哪個地方都可以辦 而且就算你現在沒有 你去辦最速券五天就可以交券 來啊 五天 五天不來小葛看不起你 這樣我有沒有法律得來律師 沒有沒有 因為小葛在場 對 那重點就是說其實張蘭 張蘭是什麼人啊 張蘭唯一的身分就是大S的婆婆嘛 你要不是大S的婆婆誰理你啊 你是大S的婆婆 所以後來你變成大S的前婆婆 你還沒講我是大S永遠的婆婆 你也很怕失去這個身分嘛 因為失去這個身分 你就沒辦法有聲量 沒辦法賣東西了嘛 沒辦法帶貨直播了嘛 那現在你的身分又變了 你現在變成大S的前二婆婆 反正以前當好婆婆 現在當二婆婆嘛 只要酸辣粉有賣就沒問題 順便講一下酸辣粉 跟胡椒粉不一樣 那個粉是和粉的粉 不是那個powder的粉 賣做的是麵 米做的叫粉 酸辣粉是可以吃的 你看他一邊罵 罵大S一邊吃的 而且他一邊罵 然後後面還有人拿著那個酸辣粉的包裝 我好佩服 怎麼會有人可以做到這一點啊 所以我就覺得他最蠢的就是說 我講那件事情是一個意測 可是 因為 比王小伯來講 前妻嫁人不算戴綠帽 但是你現在講說 你韓國人早就聯絡了 那你不主動幫你兒子戴綠帽嗎 哪有人這個樣子的呢 這是男人最忌諱的是 除了殺父之仇就是奪妻之恨嘛 而且你知道古代的所謂龜公 被人家看不起 是因為龜公是帶著自己老婆去賣贏 然後賺這個錢 所以他戴個綠帽子 因為倉妓業都要戴綠帽 所以叫做被人家叫龜公這樣子 龜又是稱為王八 那龜公的兒子就叫王八蛋 所以王八蛋為什麼不可以亂罵 是這個原因 那問題是你現在當然搞的這個 這個王小飛連龜公都不如啊 龜公起碼還從老婆那裡賺錢 你現在還要付錢給老婆跟別人睡覺 所以我覺得他真的是 就是你看他前面開戰小S對不對 講人家什麼 踩在大S頭上的小丑 講人家什麼克人血饅頭 連S大S的小孩他要得罪 不准你們叫聚小聚爸爸 聚聚業不可以叫他爸爸 然後窩囊廢啊 船殿什麼東西都來 我覺得他這種搞法當然可以賺錢啊 可以繼續維持他的聲量 可是他會變成五折天 你會殺死你自己的兒子 對就是當然不是真正的死亡 但就是社會性死亡 你會毀滅他的人格 OK 苦林哥就像剛剛講的 你只要去看五折天那一段 他為了爭上位 為了要誣陷王皇后 就把他自己剛出生的女兒悶死 然後王皇后剛好來看 然後就開始跟皇帝哭 就是那個女人呂文婉 他把不是 就那個王皇后 然後他把我的女兒什麼時候 對真的會變成這樣 可是苦林哥再問你 你覺得汪小飛一開始弄了這些 他其實心裡面是不是真的就是 見不得就是我每個月要付接 不管有沒有到世界外 還是一筆不小的費用 然後結果你們兩個人曬恩愛 他是不是真的心裡面不平 這個當然是不平 因為大家都覺得 你汪小飛 你自己答應的事情 你有什麼好生氣的 問題是他答應的事情 他沒想到會有這個發展 所以 他只想到就是你們OK 他沒想到離婚完以後四個月 都要到三月結婚 到四個月以內 他們叫光頭哥就來了 是 而且你沒有那麼高調 這個李敖講過嘛 李敖說 這個前妻是世界上最可怕的動物 其實前夫也是 我們改一下 前任是世界上最可怕的動物 因為前任知道你的內幕 知道你的黑資料 知道你不可告人之事 所以前任是最可怕的 但是你不要以為跟前任 前擺清楚離婚就算了 還有一個叫做前任反彈徵後群 我自己又深受期望 你像我來講 我一棟住七十幾坪的住家 一棟這個辦公大樓 都給我前妻了 存折上所有的錢也都給他了 然後他也陪著我去 偷偷摸摸的離了婚了 都附在住所 是偷摸摸 因為被發現的話要賠錢 對 那可是後來他為什麼 又跟他男朋友寫書攻擊我 為什麼 我後來才知道說 因為我們這種老鬼 玩不出新把戲 譬如說在台中 我帶著我前妻去的餐廳 咖啡廳 畫廊 然後現在帶著新女朋友 那我當然懶得再找新地方 就還是用這些地方 就你知道去這些地方錯在 所以大家覺得這有什麼錯 錯了 因為他還會去這些地方 那這些地方就告訴他說 你前夫前以前帶誰誰來 我長得很漂亮 比你年輕 諸如此類種種 他就覺得說你是來挑戰我 你是來我的地盤殺尿嗎 所以刺可忍孰不可忍 所以就發動攻擊 給我造成我第二次的重傷害 所以各位 永遠要在意你的前任 永遠要把他按打好 千萬 你寧可得罪中共 不可以得罪前任 哪有這樣子 OK 可是我想說 你說當整個從一開始 然後發展延燒延燒到這樣 剛開始大家一些爭議 陳鋒 就來講到 剛才苦林哥又講 牽了真的是爺們 牽了就認了 可是那個牽了又認了的那個過程 但是對汪小飛來講 是不是這樣 好啊好啊 認歸認嘛 但是我我心有不甘 我就整個把它全部掀開嘛 包括費用多少 包括請了幾個保母 包括什麼 就講那個房子什麼 前頭期款 兩億多他付 每個月貸款他付 每個月七百零六萬 對對對 你看那講到這些 最起碼我覺得 他出一口鳥氣的感覺 是不是某種程度 我覺得這個人心眼 是不是 他某種程度是不是就是要去 好啦想辦法 也傷了大S啊 或是所有旁邊的人 他其實就是想找一個出口吧 我感覺他做這些動作 在法律上其實沒有什麼 沒有意義 沒有什麼意義 你的明細表 不管你怎麼列 說真的在離婚協議書上 不會寫到明細 我們不會寫說 車子 每個月要給他三千五百四十二元 我們只會有一個款項 所以他這一百萬 他的明目就是身心補償費 那至於這一百萬怎麼用 你要怎麼列 你都管不著啊 所以你列那麼多沒有意義 你簽的就是簽 白紙黑字 我們坐下來 還有律師見證兩個證人 你怎麼可能說不認就不認 那這樣要法院幹嘛 大家又跑回去寺廟啦 不能就張然自己來處理就好 所以不是像他想的就是 你不要這樣 他就帶高爾夫球七號鐵來了 其實我在想他下次帶貨 是不是要賣高爾夫球 不能怎麼特別想起 你說他下次可能要賣高爾夫球 對啊 他怎麼會七號乾 就是特別明顯 那白紙黑字寫下來的東西 是一定具有效益 不會因為他列出這個明細表 就沒事 所以大家其實要注意的是 離婚協議書上 你的款項名稱是什麼 身心補償費還是撫養費 還是小朋友的撫養費用 每一個都不一樣 甚至有的是說 我幫你付生活負擔費用 所以在這個款項的部分 這個款項的名字出來之後 內容怎麼花是不重要的 所以王小飛這樣主張 在法律上一點效果都沒有 尤其這個東西實際上 還是可以去做強制執行 他在那邊講這麼多 甚至那個什麼床墊三百萬 我覺得這些都沒有意義 你不要這樣床墊現在很搶手 不過王小飛昨天說 床墊回收要去燒掉 多少人其其以為不可 說直接要不然的話捐啊 回收啊 我就可以捐在那個有沒有 他已經送到S Hotel去了 對 就是送到S Hotel 給那個王小飛嘛 然後王小飛說他要燒掉嘛 但他就說幹嘛要去燒掉 所有這些 那有別的男人的東西在上面 四顆人 四顆人 不是 我們要躺躺看有沒有 那個兩百萬人民幣的那個 有沒有那個 脊椎會不會特別挺之類的 我們這輩子也不會 有那個機會睡這種床 我交個冷水 我有在做這個床墊的朋友 他說大凡床墊只要超過十萬元 那都是超過超值的 都是沒有那個價值的 不管用什麼東西做 就像名牌包一樣 他的成本就是只有那麼多 看你怎麼宣傳 眼紅外線 電磁波什麼話 然後就可以長命百歲 你要上這個收了 坦人踩路真是不應該 可是你知道嗎 像我們一般來講的話 在處理這些就講說 如果要是離婚什麼 律師其實最怕離婚裡面 有那個分期要付 可是一般大概都會分期 就每個要付多少三養費這些 因為很多很多的案例都是 第一期拿到 第二期以後就沒有 甚或有人連第一期 都沒拿到過 對 然後 而且我跟你講最狠的是什麼 你看兩個人條件都很好 然後離婚了以後 然後條件也是 每個月分期多少 但他從第一期開始都不付你 但你拿他也沒責 為什麼 他名下一毛財產都沒有 但是他開的車 我告訴你 比在座每一個人都好 那個等級好很多 他勝貨沒事還可以開遊艇 但妹出去玩給你看 但是所有東西都不在他名下 都不在名下 他的公司 他一般結婚的時候講說 男人就講我有公司或什麼 他的公司他一毛股份都沒有 他公司裡的薪水 低到基本工資多一點點 就這樣 但他所有的生活費都夠 他就可以過這樣的生活 你也拿他沒責 你強制執行 你去 你叫蔡振鋒來 大概就是這樣一些 孔雲哥可不可以請問一下 所有問題的癥結 都出現在前妻再婚嗎 那前夫再婚比較沒有這個問題 有啊 你剛剛也提到前夫再婚 又有人有問題 所以比較前任再婚 對 人就是這樣 我不要的東西 別人要我也是不爽就對了 對 所以像我們比較理智人 我們就是一次父親 因為以免夜場夢多 你知道美國 我有朋友在美國當獵人 他不是打什麼什麼迷路 打什麼 他是專門抓不付散養費的 他們叫散養費列人 老公答應散養費 然後就跑到別州去了 他就去把他抓到 抓回來這樣子 所以你就知道說 大部分的散養費 你能收到一期 收到一年就不錯了 對 所以一定一次父親 不管 不然你就要開本票 那像我是因為我兒子 還在念書 那我有每個月給他生活費 到他大學畢業為止 還好他只大學畢業 他如哈佛我就成了 但是所以我是覺得很奇怪 就是說這個王曉飛的律師 你最起碼一個除非條款 就是說我不管怎麼付你錢 如果你再婚 我就不給了嘛 這是很大 大多數人都是這樣簽的 為什麼你在 可是當然不是有講說 因為我也覺得他的律師 應該有擺 當然不是講說是因為 大家一直說他一定不會再嫁 然後王曉飛心軟 所以他才把那個拿掉 拜託你們在一起 你們在一起的時候都不相信他 你們現在分手了 你還相信他 你就鬼了 對 然後第二個更糟糕 就是說你又沒有明確的數字 你說多少錢就多少錢 就還不知道你報 報多少就算多少 這太可怕了 所以這兩件事情 但是我覺得王曉飛 你也不要難過 你知道在大陸早期 離婚的話是財產一人一半 如果照你的十億身家 這個大S應該拿五億才對 結果在大陸才好玩 就他們譬如說 有個女生他跟人家結婚 然後離婚就分一半 結果他就離婚了 他再去跟另外結婚 又分一半 我這樣不得了 就錢越來越多 後來大陸就規定說 離婚不可以超過三次 這是以前的事 但是現在我覺得這個 我是沒有想到這個 王曉飛會會這麼不治 不過在這裡 因為每一次看這些節目 我們的節目的時候 觀眾朋友還是要吸收到一些 就是剛才所講到這個 麻煩一下 就是我相信 如果面對到這些事情 那請去找鄭鋒 專業的律師 去找律師處理這些事情 要不然的話我告訴你 你絕對不懂這些 到底在哪裡 你在那裡面寫說 你然後離完婚以後 不得再婚 否則散養費就不給付 或類似這樣 抱歉這個條款無效 OK 你要寫的方法是 如果再婚 那散養費就可以不付 什麼什麼什麼 就是因為你不讓人家再婚 是違反公序良數 你憑什麼不讓人家結婚 你如果真的要那樣寫 還有一個 如果你找律師 他後面會幫你再加一個條款 叫做部分無效條款 就是一個合約寫得拉哩拉扎 如果裡面有部分無效 不只是條款 只要有一部分無效 不影響其他 不影響其他的效力 也就是說 剛剛那個條款 如果你寫錯了 寫成 那你不得離婚 不得再婚 否則那什麼什麼 前面不得再婚 違反公序良數 但是我後面那一段 不一定會因此無效 這就是 你懂嗎 我第一次就說 你去找一個好律師 好不好 結論只有這個樣 要不然這些事情 你們沒有辦法處理 OK 可是這簡介事情 他的糾葛就是從 好啦 黃曉飛是從 GG跟大S在一起以後 就不付嘛 一直這樣 然後後來要 你會點名要電費跟床墊 你就知道 我就是不爽這些事嘛 可是小葛 你看 張蘭為什麼在他的聲明裡面 一直不斷的影射說 對 難道真的是這樣嗎 你真的是離完婚以後 大S你才碰到那個光頭哥嗎 或什麼什麼這些 他一直不斷的影射這個嘛 對 然後大陸我有看 大陸那個小粉紅也有人在講 那 那 他這樣 那王曉飛呢 王曉飛前面 難道都沒有發現一些什麼事嗎 還是 很多的男人 我們不講說大S跟王曉飛 很多的男人是 我怎麼做是一回事 但是你不行 會是這樣嗎 我覺得多數有可能是這樣子 因為過去 其實我們已經爆料過很多 他的小三小四小五 甚至還有出現小七是比較隱藏版的 目前還沒有拉出來 對 那今天在小四的時候呢 我就曾經有講過一個故事 這個小四呢 其實大家也有看過照片 那當時呢 小四 就直接 身邊朋友就直接告訴我了 他的身邊朋友直接告訴我 因為他身邊朋友也認識王曉飛 就直接打給我 他告訴我說 當時小四跟王曉飛發生關係的那個時刻 汪曉飛答應他說 要給他買一台保時捷 結果 關係發生完的時候 保時捷沒到手 汪曉飛講了什麼話 他說 我孩子不要買 我怕你出車禍 他用這種方式你知道嗎 他其實過去其實心眼 就非常非常的小 你說這個人大方嗎 也好像也有到這麼大方 對啊 那就是汪曉飛從頭到尾以前 就是這樣子 我們不能說騙女孩子 他有他的手腕 小哥哥請問一下 你剛剛講這個 因為以你謹慎的個性 你講到小四 他們都找得到你對不對 就是這些人 他們都找得到你 然後去做這些的爆料 而這一段 你要講這些東西 你就不擔心 汪曉飛講 哪有什麼小四 沒有 小哥你不要亂講 又來了 我要告你 會不會出現這些事情 其實小五哥你知道嗎 我覺得狗仔做到現在這個樣子 我之前還沒有這樣子 是這兩年 我狗仔做到現在 匯集資訊來源 匯集資訊來源 匯集資訊來源的好處是什麼 我不用出去拍了 我只要收起以後 直線的比對 再做前後的交叉比對 我就可以做報導了 而且這些人 關心人的回應 我都有 所以我已經做過查證了 你要怎麼說沒有 那都是你家的事情 對不對 那我查證過後 那我報導出來 第一個 我要不要指名道姓 是我的自由 那你有沒有做 請你自己很明白 你如果說沒有的話 那很簡單 我照片就獻出來 你在媒體上講說 你要在年底前 要把所有的資料或什麼什麼全部都要弄出來 是真的假的 是真的啊真的啊 我今天就馬上弄出來一個 其實大家不知道說 在9月的時候發生一個大事情 其實汪曉飛最近真的不太好過 他是因為過去已經抓起來了 那今天又被一個假扣押 把他壓下去 他真的受不了了 所以我知道他情緒有很多氣憤 在9月26號的時候發生一件事情 他的女朋友張茵茵 在他的自己的朋友圈裡面 PO了一張照片 那張照片裡面是一個家裡的背景 張茵茵的家 手上有三條線 紅色的 大家可想而知 那這張照片我現在就給大家看一下 結束了這一切 對不起愛我的人 我承受不住了 再見寶貝們 當時一發文在朋友圈的 二十六分鐘 就馬上被他身邊的朋友 也就是我認識的人 給截取下來 當時為什麼會這個樣子呢 因為汪曉飛玩不下去了 他想要分手 那行啦 張茵茵就開出條件 要分手可以 第一 你得幫我洗白 洗白什麼 我不是小三 因為張茵茵在大陸 其實沒什麼名氣 但是他再怎麼說 他是一個藝人 他是小明星 第二來了 重點來了 又是錢 一個月要數十萬的生活費 分手還要生活費 這不是只有婚姻而已 我是 現在連分手都可以要生活費 你明白嗎 所以你說汪曉飛怎麼敢呢 那這件事情之後 到底有沒有在一起 還繼續在一起 因為十月的時候 他們在廣東 就是因為拍了一個美食的節目 兩個人一起出去玩 結果出去玩 發生什麼事情 兩個人突然吵架了 竟然動手打了起來 張茵茵打了電話 報了警 還去了醫院 今天事情就曝光了 所以現在兩個人 是還在一起 只是沒有像過去 去年的十一月 這麼的熱热 所以我小片的壓力 其實非常非常大 小可 你這段這樣整個這樣報出來 所以你手上要準備的 所有的要應付 未來可能會出現的 不管有訴訟或什麼 你的資料都準確非常齊嗎 資料是齊 但錢沒有齊而已 對 訴訟費真的有 真的嗎 我順便有訴訟費 電話在這邊 電話在這邊 我順便有訴訟費 電話在那邊 OK 可是你看 好 剛剛小可就講說 因為我有看 小可你來PO一個 因為不是講說那個床墊 要拿回去嗎 沙發要不要換 什麼什麼這些 我覺得這也很好笑 你過去的時候 我們在今年這半年裡面 汪小飛不是曾經開過直播 直播後面露出什麼 他們的婚紗照啊 你也沒拿掉啊 對不對 那更何況是 你的沙發也沒換掉啊 那為什麼 像張寧站在你家 你沙發也不能換掉 對啊 你這樣把傳遞換掉 你沙發自己不換掉 我覺得蠻可笑的 對啊 可是這件事情 你知道等到大家 一旦弄到一床 或地圖炮一開 因為我不知道 昨天的時候 為什麼突然之間 汪小飛會說一個 嘎人兒子 然後講了一段感謝的話 然後好好照顧孩子 或什麼什麼這些 但是看起來 因為大S被張嵐講那個 他不可能忍這些事情 所以他在那種 後面還會不會有這些 可是當你那個地圖炮一開 昆克 中間被點名的 你說那些被點名的 從前面的什麼 藍中農中愚民 嬌嬌 一堆人全部都被點名在那邊 然後連金 小S啦 徐亞軍 對啊 我媽的這點完這些東西 怎麼樣 大家就你點完 然後你收手 就收手 這件事情傳過水無痕 是這樣嗎 這個簡單講就是 上帝要毀滅一個人 必先使他瘋狂 他真的已經瘋掉了 你這樣 你打敵人 一個敵人就好了 對不對 你虧你還在中國大陸 統戰這聯合次要敵人 打擊主要敵人 你還沒打那種一堆敵人出來 你是要打什麼 對不對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基本上他不治 你看剛剛我們講的那件事情 他連我都想得到 他也想不到 對不對 然後不忍 你沒有愛心嘛 對不對 你讓這樣子傷害那麼多人 把人家一票前男友都抓出來 這個鞭打 然後呢 你又不勇 你不勇敢 你來啊來啊 你又不敢來對不對 台灣又不會打你們 你幹嘛不來對不對 然後你搞得你媽媽這樣 身敗名列 身名狼藉 你是不孝 那哪有 他媽媽那個流量大增 然後那個螺絲粉 一個直播賣了兩百六十萬台幣的 那個螺絲粉 流量歸流量 負流量跟正流量要考慮一下 人不是有名就好 丟臉也是有名 可是他好像不在乎 有統計說這 大概這五次的直播 就是他們母子 其實大概那個獲益 1.8億 可能是那個人民幣吧 他可以買紅金的銅電 很可怕 很驚人耶 今天有人把他們統計 所以他們要的是流量 那要不要分一點給大S 對啊 所以小葛才有接到那個 他說那個汪小飛有跟他講說 你這次流量才三千 對啊 他過去的時候就跟我講說 因為他跟我講過有一次啊 就是有一個 他跟一個男生吃酸辣粉嘛 吃一吃吃一吃 就突然跟我講說 他就是那個東西是P圖的幹嘛的 後來隔天公關就打架來 結果汪小飛就跟我急著跟我講說 我那個不是在講你 我那個在講別人啊 對 他說我最近流量很差 才三千多人 我不知道該怎麼辦 我那時候還好意跟他講說 那你乾脆來我這邊流量好 我流量這邊有一百多萬 對啊 他那時候還跟我講說 那時候後面算中期的市場 他這件事不會是跟你合作的吧 你們兩個人串通的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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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剛剛沒有這回事 絕對沒有 後來那個時候我就拍了一個視頻說 我的官到底就是他的血量 對 如果你有健忘的問題的話 對 我也不對好路做 那你如果忘記 我可以把你打起這樣子 對 我也給大家一個網友回覆 大家網友會覺得說 我被挨著打的時候 為什麼不回應 是我收他錢 我要嘛就是收大S錢 要嘛就是收汪小飛的錢 你們到底誰給我跟我錢 對啊 日私費都沒有著落 不過我們就是 我們就是一個公益節目啦 是吧 對對對 所以我們還是要做點 對大家這個 有益深信念 有益深信念 就是說現在大家很多人在討論 中國網友最有興趣的是 台灣的電這麼貴嗎 你看這個電費 這個電費其實大家有機可 大家注意看 十一月到一月是一萬六千多 五月到七月跑到六萬兩千多 為什麼 夏季電費 然後七月到九月就跑到這個 九萬四千多 那就更熱了嘛 所以這是有道理 你說有那麼多嗎 各位 貧窮限制人的想像力 當年我也曾經失心瘋 在台中離婚的時候去住了 買了一間豪宅 你知道我們那個豪宅 有一個 沒有付錢 電費一萬塊 公用電費一萬塊 我以為說一萬塊是五十幾戶大家分 結果不是 我一個人的公用電費就一萬塊 我怎麼住得下去 我負擔不起 所以大家沒有看過 也許沒有機會看到真的 你知道那個豪宅 停車場都有冷氣 停車場裡面隨時都有冷氣 然後有24小時的溫水游泳池 然後空調隨時開的冷氣籃球場 還不是撞球場 籃球場 對 然後他上面頂樓還開一個餐廳 給住戶用的 那個餐廳當然也是24小時營業 當然不賺錢 所以這個錢其實不多 但是也有人猜測 但是也太多了一點 我想說不定是聚進業 覺得不能老是靠老婆 所以他自己創業 躲在大孩子家裡面挖礦 做比特幣 這樣子我們也靠自己 免得被人家說吃軟飯 這是第一件我覺得 要聲明的事情 第二件他說小孩子吃藥這個是 他那個藥在台灣其實叫史蒂諾斯 作為身心科的常客 不是 經常的長期病患 我要說明一下 史蒂諾斯這種 它是一種安眠藥 可是它會產生一個副作用 就會讓人家夢遊 所以在美國曾經有人吃了史蒂諾斯之後 又開車去超市拿到東西 就走 沒付錢 然後被警察抓到 他說沒有 然後他們證明帶給他看 然後才知道說有這個事 所以後來史蒂諾斯是被 就是說醫生希望盡量不要使用 因為會有危險 那如果你吃慣這個藥 你別的藥可能不夠力 所以他就沒有辦法用醫生處方拿到 所以他自己去拿這樣子 當然也許有藥影 這個我不敢講 但這個實在不算是吸毒 所以我們這兩點 要向大家說明 我們也要給正面的東西 OK 可是你說 剛剛小狗所面臨到所有這些 然後包括你說張蘭 在聲明裡面講了這麼多 然後我們還要在裡面告訴大家 可能的狀況是什麼 或這些大S還要發聲明 本來王小菲都已經說 好 那他要止戰了 可是大S被迫不得不發那些聲明 所以鄭鋒 像所有這些 都會涉及到法律上毀謀與否 就是所有這些 可是現在你看 地圖包一開出來 都沒有人在乎這些事情 這個其實在離婚後的配偶之間的戰爭 其實滿長的 就是大家變成前任之後 常常一吵起來都是很小的事情 那一吵起來就是無差別次開火 從螞蟻到大象我全部都要殺 匪犯打不起就是匪犯我也不在乎 你就來告我一顆罰金 而我不在台灣 你又拿我如何 但是其實我們真的不建議這樣 因為在離婚之後 大家說到錢 終究是可以討論 因為已經各自過各自的人生了 你為什麼這樣無差別 尤其其實大家都 像這次的事件 我是覺得 大家還是要有一個質疑 就是張蘭和王小菲 畢竟還算是公眾人物 你們的一舉一動 造成台灣民眾都不關心選舉 都在看你們的新聞 每個人都是公眾人物 每個被點到的都是公眾人物 對 就是我是覺得他們還是要 仔細的去思考他們 到底在講什麼東西 不能這樣的結果 就變成一種情緒 單純情緒的抒發 又要扛法律責任 那你自己不在乎 其實你是也告訴大家說 你可以這樣不在乎 如果沒有人跳出來制止他 或是今天大S 他沒有站在一個比較高的制高點 他是跟著他一起謾罵 那這樣圖號社會資本 然後大家家人都受到傷害 這樣有什麼意義呢 不過這件事情會讓很多人 我不知道會不會有 很多人心有餘悸 就是原來再輕的人 尤其應該說更輕的人 或最輕的人 如果一旦翻臉 那個傷害可能最大 就像剛剛苦林哥一開始講 因為他最熟你 最知道你所有的來龍去莫 知道你過程當中做過什麼事 知道你的朋友是哪些人 都知道你剛才是什麼事 所以這次地圖號一開 小S跟徐亞就會覺得說 我們就好好在家裡坐著 怎麼搞的 然後也會從天上掉下來 有人說就是因為 因為每次聚精員出來 在旁邊最開心的 感覺上就是小S 是 因為這樣也被掃到嗎 其實你必須要講 這次的這樣亂槍掃射的情況底下 大家一看其實最聚焦的 應該就是小S 大家有沒有發現 還有他的先生 小S他們也沒有講話 他們其實到現在都沒有講話 你看這一次就是大S 直接就是出來 出來就是說 你就湊著我 今天大S這樣講 對 他的聲明 他昨天的聲明講了一句說 有什麼就衝著我來 對 他今天又再次強調 你就衝著我 那表示他覺得 已經傷及太多無辜了 可是大會講說奇怪 那小S到底幹他什麼事情 那我必須要講 我個人的觀察 在大S宣布再婚的時候 不要忘記了 當這個光頭姐夫要來之前 徐媽媽是百般的 我不要見這個人 我怎樣怎樣 可是有另外一個人 卻非常非常開心的 想要迎接姐夫嘛 中間當潤滑季 這樣就算了 這個過程裡面 大S可能相對比較起來低調 可是小S 大家有沒有記得 動不動在他的社群 我前陣子才看到他 就是自己拍 跟聚焦燕的一個這個互動 然後就說胸部 胸部有沒有 就是胸部 就是韓語嘛 所以你到底 你為什麼愛大S 不愛我 就是這種對話 然後那個他的姐夫就說 因為大S漂亮 那你是神經病 漂亮的神經病 然後旁邊就 然後就是很歡愉 這時候你知道 只見心人笑 不見舊人哭 你說那有 那你怪誰呢 你自己婚內出軌 你自己造就了今天的一切 這時候當然覺得 哇 你這個小S 你都沒有站在我這邊 你都沒有體會到我的心情 所以就是 當然就掃他嘛 不然你有什麼理由呢 不過你要講到說 他們這一對前連精吧 小可 王小菲曾經有打電話給你 然後講過徐雅君的事嗎 對 應該這樣講 王小菲問我說 最近我要做什麼直播 對啊 因為我最近剛好有一些 那時候有一些影片 叫問王小菲求證 他求證你後 你又要做直播 我說你放心 我這次不是講你 那講誰 我講你的家人 徐雅君 因為我說說 我這邊已經庫存兩年的照片 都還沒辦法發出來 所以我真的很多的庫存 對啊 那張照片 就是徐雅君揉的一個眉 後來重點是 他一個晚上 才跟一個女孩子加入微信 聽好了 這剛加入微信 馬上匯了兩萬人民幣 總共匯了三筆 三筆 一萬 一萬 一個是好像一千還是兩千 兩萬 兩萬人民幣 那這到底是為什麼呢 結果那個爆料 就跟我講這些東西 我就跟王小菲講說 我有這樣的線索 那你曾經當過他的家人 你對他了解怎麼樣 他打死不說 這樣子 蕭哥 哥們 他說哥們 別爆 他是我家人 你不要動他 那時候已經離婚了對不對 離婚了 哥們 他是我的家人 別爆 有什麼事情 你衝著我來就好 我就說 你還要我再爆你料嗎 他說也不是這個意思 對 他說也不是那個意思 你說個慘片話 也不要當真吧 他的意思是說 叫我不要去 報這件事情 在掛電話的時候 還特別提醒我說 能不能男兄弟 真的 不要 不要這樣做 我求你 他就用這種哭哭哀笑的方式 結果 前天 前天發生什麼事情 對啊 你行我不行 你自己爆出來的東西 你爆還比我誇張 你爆到上海去 還有多批 還有什麼 揮索 都是你在爆的 你講白的 你爆得還比我快 為什麼 你不需要照片 你說我是家人 我以我家人眼睛 我就把他爆出來了 這太誇張 這樣可以嗎 沒有證據 你這樣就對了 你就對了 問你 家人就可以直接爆料 但不需要任何的證據嗎 來 什麼 任何公開的爆料 其實都需要經過查證 跟是家人或是記者 沒有關係 只是差別在於說 你今天是處理公眾的事件 還是私人的事件 那因為在這個事件上 大家都是公眾人物 那他只要有相對的證據 他就沒有構成誹謗 他就是一個單子 小葛剛好意思就是講說 因為你知道 當記者當公仔 要很辛苦的 有東西你要去查證 對 然後你講完以後 如果要有遇到訴訟 你要把這些資訊拿出來說 最起碼我有進到 我有進到 查證的義務 大法官4至509號 什麼什麼 OK 他的意思是說 因為他們或是他可以找證人 對 或別人寫 然後說小葛是證人 他的意思是說 那王小飛就是自己就 是家人 他就自己抱 他自己也是需要證人 他如果沒有證人的話 那也是處罰 他的證人就是他眼睛 他說我看到 他是家人 沒有沒有 這個家人算是特殊信賴關係 可是你還是有證據 你不能 每個人都說我說了算 那還得了 天下大亂要法院幹嘛 OK 不過這整件事情 一直到現在 你說 昨天當王小飛講說 床天收回去 要收手 要什麼什麼 可是大S又做了回應 然後接下來再往下一路往下 坤哥 這樣講好了 那你也曾經有經歷過一段 你剛剛自己講這些的過程 現在你覺得他們到底應該怎麼辦 王小飛跟大S 就他們兩個人 針對這件事情 未來到底該怎麼處理 我覺得我今天在力網狂瀾 盡量把我們這個公益節目 往正面的方向走 我要表揚一下這個大S 大S是一個被演員耽誤的作家 我的朋友開補習班 馬上把他的第一篇聲明當作教材 寫得實在太好了 你看他說 我從未傷害過王小飛身心 換句話說什麼意思 你又出軌又罵人 你傷害我的身心 第二句 對張然你是發自內心尊敬 結果你們兩個人這樣罵我 所以我是尊敬你的 然後說好聚好善 此生不出二言 我做到了 那你前往發飆 口出二言不知道多少次了 所以他的話 沒有一句壞話 可是免禮長真 這可以比美洛賓王的 陶武照文 陶關武則天的那篇文章 所以我真的奉勸這個 汪小飛你不要再惹大S了 你弄到大S變成李靖磊的時候 你真的會被滅掉 OK 小葛 最後我們有什麼話要跟汪小飛講 我跟他怎麼好講 就是什麼 對啊 就這樣子吧 對啊 我覺得就這樣子 對啊 那他如果來你會不會去接機 他來找我的話我肯定會去 對 但是我會先判斷他會不會來 對 那年底的那些所有東西 是一定都會公布嗎 還是有怎麼轉折 我現在其實慢慢在節目上 就已經慢慢地丟出來了 就我們選舉完好不好 讓我們認真選舉好不好 所以你會一路照這個計畫 就丟到年底 以他這一次這麼強烈 因為他媽媽這樣子 到現在沒有道歉 所以我今天其實有個心願 就是張蘭跟我道歉 汪小飛你不用跟我道歉 張蘭跟我道歉 因為並不是你說我收錢的嘛 對不對 對啊 當然如果道歉的話 我就饒了女兒子 那我打不到你 我就打你兒子 對 其實想都沒有想到 年中大戲 竟然會出現在汪小飛 然後直接出來po了這麼多 然後大愛死啊 他們所有相關的一些事情 離婚當然真的 要做到好就好散 真的不容易 而且一定都會有 情緒上的一些的問題 但是如果有時候情緒 畫到嘴邊的時候 真的留三分 因為完了以後 自己還要想辦法 收拾所有的散後 OK 把這些事情 情緒先放一邊吧 但不管怎麼講 其實高爾夫球七號鐵 是無辜的 我也不知道 那張蘭如果真的要來的話 對啦 如果要是找記者 切磋求記 OK 好不好 那其他的就不用再多想 OK 非常謝謝所有來賓 也非常謝謝觀眾給我收看 正正有事 我們下次見 拜拜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